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人间处处有温情。 南台湾受暴雨袭击,多处传出烟水灾情。 嘉义一位林姓烘焙师昨天,24日,把面包都拿出来送给有需要的民众, 一名女朋友更是把外传出去,特地跋涉把面包交给独居老人。 该名善新面包师傅在嘉义县路草乡脸书社团PO文表示, 阿宇受工烘焙方今日制送不买,有需要的自取,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一箱箱的面包全供民众领取, 过每几个小时全数都发送完毕,许多人都直呼谢谢老板, 因为鹿草当天真的很难买到东西吃。 有女网友看到消息后,想到与嘉义鹿草乡相邻的台南后壁区小村庄内, 有两个独居老人没人照顾,专程拿了面包送过去并回报给老板, 让连姓烘焙师也大赞感谢有你。 事后有人透露女网友的跋涉过程, 原来巴掌西桥封闭,盐水也淹水过不去, 只好从水上相纵灌路到后壁,一到村庄还是淹水, 最后是走进村内送给独居老人,不少人见状纷纷称赞烘焙师傅和女网友都充满了爱心。